霍启刚是香港富豪霍英东的孙子 也是霍家的第三代继承人 她在2008年与中国跳水皇后郭晶晶结婚 两人被称为金童玉女 是娱乐圈的一对神仙眷侣 不过霍启刚并不像其他富二代那样奢侈浪费 她反而很低调和节俭 这也让她和郭晶晶的婆媳关系更加和睦 近日有网友爆料 霍启刚在杭州出差时 和同事一起去了一家普通的餐厅吃饭 他们点了几道家常菜 每人只花了不到一百元 霍启刚还很亲切地和服务员聊天 没有任何架子和傲气 网友拍下了霍启刚吃饭的照片 并且赞叹到霍启刚真是一个有教养的富二代 不愧是郭晶晶的老公 事实上 这并不是霍启刚第一次展现出自己的低调和节俭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他和郭晶晶结婚后 并没有买豪宅或名车 而是住在霍家的别墅里 开着一辆十几年的旧车 他说 我觉得没有必要买那些东西 我们只要过得开心就好了 他还说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觉得钱很容易赚 我要让他们学会努力和节俭 霍启刚的这种性格和生活方式 也让他和郭晶晶的婆媳关系更加融洽 郭晶晶的婆婆是霍应东的次子霍振廷的夫人陈丽华 陈丽华也是一个非常低调和节俭的人 他曾经说过 我不喜欢穿名牌衣服或戴珠宝首饰 我觉得那些都是浪费钱 他还说 我很欣赏郭晶晶的性格和能力 他是一个很好的儿媳妇陈丽华和郭晶晶经常一起出席公开活动或慈善活动 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可以说霍启刚在杭州吃饭不到百元 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而是他一贯的生活态度 他不仅赢得了网友们的尊敬和喜爱 也让郭晶晶和他的家庭更加幸福 请不吝点赞订阅